现在来介绍的是导函数的定义 我们这个部分的话呢 主要是在介绍如何去计算切线的斜率 我们来看这个图 这个图上面有一个点叫做x 那么相对应的y的坐标是f of x 那么这一个点它有一条 唯一的一条切线 那么这条切线斜率是怎么看的呢 如何去计算呢 我们的话的算法的话呢 是这个算法是很困难的 因为我们都知道 要计算斜率一定要有两个点 两个点才能够制作斜率 于是的话呢 我们用一个方法来解决 就是说我们在右边这个地方 制作一个自己创造一个点 这个点的话呢叫做x加上delta x 那么这个的坐标当然就是x加上delta x 逗点 f of x加上delta x 那么这个坐标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两点就可以计算它的斜率了 不过这条斜率我们不叫做切线 我们叫它割线 那割线跟切线到底有什么差异呢 我们从图上可以看得出来就不一样 那么我们要怎么样去计算这条切线的斜率呢 我们可以透过一个方法 就是利用这个delta x的话呢 越来越小它就会越来越靠近它 我们来看看这个点 如果delta x 是往左边走一点 这个点的话呢 来我们向这个地方靠近一点 我们发现的话呢 这条线的斜率慢慢的会越来越接近它 我们再往前走一点 又再平缓了 更像它了 那么我们继续的往左边走 再走 好 我们到这边来以后 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了 它非常非常的接近它 如果我们最后的话呢 一直到了这个点两点 几乎能够重合的时候 是不是割线斜率就接近切线斜率呢 于是我就把这个算式算给各位同学看 来两个点我们会算斜率 我们的话呢 写了 斜率我们习惯用m来表示 这叫做割线的斜率 割线的斜率怎么计算呢 我们是y减y除以x减x 来 y的话呢 是后面的y叫做f of x加上delta x 减掉前面的y是f of x 底下的话呢 是x的x x的x这个减掉这个就只剩下了delta x了 这就是割线的斜率 那么切线的斜率是怎么算呢 我们的话呢 可以加上了一个方法 就是叫做极限 如果说delta x非常非常的小 接近零的时候 那么于是的话呢 割线斜率就接近切线斜率了 于是我们就直接大胆的直接写 切线的斜率是怎么表达呢 我们可以把它写成 加上一个极限 Limit delta x趋近于零 这边的话呢 分子分母来看一下 直接把它带进去 这个的话这个符号的话呢 代表的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它的切线斜率 我们用一个这个来表示 这个字念f prime x 这个就是我们所称的导函数 那么还有另外一些写法 在看课本里面 维基分的课本里面有提到的是 它也可以把它写成df dx 或者是写成dy dx 这些的话呢 都是所谓的导函数 也就是维分的写法